是俄羅斯副外長向北京告發秦剛洩密 才讓秦剛遭到肅清 中國的外交官必須與狼共舞 大陸前外交部長秦剛 從今年6月底和俄羅斯副外長 魯登科公開會面之後 就離奇消失 直到一個月後 官方才宣布秦剛已經被免職 如今美國媒體政客報導 其實秦剛早在今年7月 就在北京一間治療 大陸最高領導人的意願秘密身亡 背後原因更進爆 竟然是因為俄羅斯副外長向北京告密 導致秦剛被肅清 秦剛最後露面的6月25號 仍在北京和魯登科會面 正值俄羅斯國內的瓦格納兵變事件 重申挺俄羅斯當局的立場 但美國媒體披露 魯登科此行別有目的 其實是要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告狀說 秦剛被西方滲透 甚至把核武機密資料交給西方的情報機構 秦剛因此消失在大眾視野 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傳出也涉及這起泄密案 一同下落不明 美國是世界上頭號的強國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先前傳出秦剛外遇 雙面間諜女主播 還剩下了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兒子 才被消失免職 如今美國媒體這篇報導暗指 秦剛婚外情其實只是煙霧彈 核武泄密惹上殺機才是真 但也有專家存疑 秦剛身為外交官員 不太可能取得軍方核武機密 秦剛的真正下落人事未解之謎 記者綜合報導 我認為是